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禁组《长空之王后》神隐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零妖前言 王一博禁组《长空之王后》就差不多神隐了 流传最广的消息就是说王一博在陕西同川拍戏 但真实性无法考证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即使王一博在拍戏还是没有忘记给大家放凉 专门给大家录制了视频 还参与了爱的明信片直播活动 02王一博安心拍戏 粉丝去打扰不应该 自从王一博禁组拍戏后 就很少有关于王一博的消息了 最近一直有消息称王一博在陕西同川 不知道消息真假 但既然不是官方通告 那就没必要为了这个消息跑去同川 但没有想到的是真有人相信票物的消息 人眼巴巴地跑过去了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如果你是因为这些捕风捉影的消息上当受骗了 不仅仅会造成你们个人的损失 还会为王一博带来不好的舆论 何必呢 03王一博不忘专门录制视频给粉丝送祝福 这次王一博宣发发布的视频是让王一博以黑豹的形象来逛灯会 并且进行猜谜解题游戏 除了黑豹之外 视频中出现的动漫人物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小白丽与动漫博 灯迷的内容也很有意思 太阳王滑板打一字是蛋 一加一不是二 是王 一只熊走了过来打一成雨 并不是小熊急走 特别有意思的是王一博吃的汤圆这一道题 王一博元宵节会吃的汤圆有芝麻馅的 也吃过水果馅的 还特意强调了王一博没有尝试过香菜馅的汤圆 也不打算尝试 并再次说明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要香菜味的 看来王一博也是对于大家的热情招架不住了 看来王一博也是对香菜酸奶 香菜薯片记忆犹新啊 视频最后 王一博还给大家送上了元宵节的祝福 04王一博参加活动 直言不会喜欢滑雪 还有一个视频就是王一博参加了电影频道爱的明信片主题活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王一博写自己名字时的字 较之以前确实是有了很大进步 可以看出王一博是认认真真的恋子了 还有王一博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喜欢滑雪 这次面对镜头又再次说了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滑雪 都一直王一博是个要将热爱做得极致的人 当王一博说出滑雪时 很多人都能感觉到王一博的真挚破防了 真希望王一博能够多点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无论是摩托 跳舞还是去滑雪 都能够尽兴好好的玩一场 放松一下 05写在结尾 王一博营业 粉丝奔走相告 王一博不营业 各自安好 这种带有信任与尊重的相处模式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都说长久的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一起和王一博成为更好的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